包含下拉清单怎么做 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名称怎么定义啊 这边都有 刚刚如果有一些细节假如没有 很十分了解的话 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画面 包含这个资料验证 我帮各位截图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V6函数 这个我想各位比较熟悉一些些 那V6函数假设 请你把查询界面按Ctrl键 再增加一个好了 也许把这个查询界面改成叫Vlookup OK 那我们就把底下的这个部分删掉 那刚刚用lookup来查 现在的话改用什么 改用检视与参照这一类里面最下面 其实V6函数刚好在最下面 如果我今天用V6函数来查的话 怎么查 其实按确定之后 它会跟我要也是有四个问题 反正你就把四个问题回答它 它就给你正确的结果了 那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个 lookup value 跟刚刚那个第一个问题一样 你要查什么 就查编号嘛 第二个问题是table table就是资料表 arrays就是一个阵列 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对照表 那个对照表在哪里呢 在这个范围 这个就是我要查 那特别之后 这个对照表一定是很多栏 它查的时候一定是查第一栏 OK 这个基本概念一定是固定 就是说我要查的这个table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表 它查的话一定是查这个编号部分 所以这个编号部分 尽可能你不要是重复的 如果重复的话 那它有好多笔怎么办 它就是帮你抓第一笔 OK 所以查的话几个概念 第一个不要重复的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要查的东西不在第一栏 也不能查 OK 所以它有一些限制 那选取的时候记得 选的时候尽量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因为我们要查栏位名称底下的资料 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OK 那再来它会问第三个问题 那你查这个范围里面 那到底你要查的是哪一栏回来的 Colum有没有 Colum其实就是Colum 栏 Index是所以 Lumber 第几栏的意思 这个就是第几栏 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抓的话呢 那你要抓第一栏回来 通常会抓第一栏以外 查到的 那我要把姓名 所以姓名在第二栏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输入一个2就可以了 OK 然后Range Lookup 这边有False跟True False其实你打0 它是False 打1的话呢 是True 那实际上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完全一模一样 Match 002的话 那你用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002找不到的话 你会找001 有没有 或者是说你输入009 可是最多008怎么办 它会找008的话 那你就用1 1的话是找接近的 如果是0的话呢 假如说没有009 它就跳出NOTS AVAILIBLE 就找不到 OK 所以我们这边先用0好了 就是说这边找完全符合的 那True的话 我喜欢用1 表示找最接近的 如果找不到 会帮你找接近的 OK 按确定 好 这时候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这边用0的话 没有 关键 假设你这边输入的时候呢 你是用那个 最多好像到008嘛 可是这边一样可以输入 你输入009会怎么样 Enter NOTS AVAILIBLE 它跟你讲 没有这东西啦 OK 但是如果你今天输入的是 你用的1的话 假设你这边用1的话 把它打勾 那这个地方 如果你一样输入009 状况就不一样 它还是会帮你怎么样 抓到008 不过下拉清单会验证 所以会跳这个讯息 还是告诉你说 不行 但是至少它会帮你抓 抓到你要的东西 不过我严谨一般 还是用0 我比较好了 怕抓不到 你随便抓一个 反而不知道 原来没有这个资料 反而出错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下拉 盖选 当然会抓到名字 可是我底下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呢 有几个地方 还可以再更好 像这个范围 你想说这个范围 老师刚刚不是提过说 范围可以用名称来代替吗 对没错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lookup 干脆这个范围 我们将来这个范围呢 你干脆选起来 干脆先定义一个名称算了 定义名称的方法有几个 从这边可以定义 或者从这边也可以定义 那我是觉得这边比较快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这边输入lookup 我习惯是干脆用这个 工作表名称当名称 一样的名称 没关系 反正按F3可以出来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记得哦 输入完之后要按Enter哦 然后呢 再到这边 假设我干脆改 这个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刚刚我们用选的 对不对 要切过来选 这时候当然你可以把它delete 都要按F3 一样会出现一个lookup 这个lookup 就等于刚刚那个范围 OK 好 按确定 好 那其他的话当然哦 下面还有三个栏位的资料 我要分别把它带过来 那怎么做呢 我前面之前是这样讲 复制对不对 取消 再把公司贴过来 然后呢 这边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3 有没有 因为这个范围里面刚好 打勾之后 就是 2 3 4 5 栏 对不对 所以分别把资料带过来 那可是 我后来是这样贴的 其实这样贴也不慢 可是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不要用贴的 我可不可以直接干脆 2 3 2 3 4 5 我可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不要用贴的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之后向下填满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完成 对 这个是好问题 那其实 如果说你要干脆就是向下一拉 可以自动帮你产 这个你可能要知道说 到底这之间有什么差别 第二栏 3 4 5 所以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先产生一个 2 3 4 5的数字 只要你向下拉的时候 它会自动增加一号 自动增加一号 这个地方你可以在隔壁一栏 插入一个函数 再顺便讲一下 其实有一个函数 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 你可以有个Raw 那所谓的Raw 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列 那列的话呢 意思是说你现在在第几列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现在 选取列按确定 里面空白的话 用预设现在储存格的位置 是在哪一列 它会告诉你第三列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变成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因为它Raw就是抓到 你现在储存格在哪一列的意思 回来会告诉你一个数字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是什么 二三四五跟三四五六 之前好像有一点点关系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减一不就好了 对不对 减一之后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不就是二三四五了吗 那你想说 那以后我如果不想要一直复制贴三 因为你可能蓝很多蓝 那你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公式之后 向下就好了吗 不然你可能十蓝二十蓝 那你不是还要再慢慢复制贴上那么多次 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顺便讲一下 你可以透过那个减四语参照里面 这个Raw 取得你现在的列 看跟原来那一蓝相差多少 你把它减掉多少 那特别是这个是抓到那个数字 跟那个栏 跟列无关 它只是说我们要产生这个数字 放在那个栏里 那个帮我们产生那个数字就对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放在哪里呢 放在关键这里 本来二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 或者自己打上去也OK 其实也没几个字 Raw 小瓜糊减一 这个时候呢 其实Raw 小瓜糊减一 一样就是取得三减一 一样就二 按打勾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放开 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要锁一下 因为我这个查询编号 你向下填满 它这个列号会增加 所以记得啦 向下填满 不然你向下填满 C2变C3 C4 所以锁一下 再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一直复制贴上公式了 你只要怎么样 做一个向下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配合什么 这个Raw OK Raw在减一 那为什么减一呢 因为现在在第三列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可以试试看 Raw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 那也就是查询的部分 我是利用刚刚的那个查询界面复制过来 再来练习 把刚刚的那个Lookup改成V2函数 试一下 我先试试看